冰封指指总冠军呢 你有多种多样达成目的的手段和途径 这种手段途径呢 往往是殊途同归 你说像科比布兰特一样 组团行不行呢 当然行了 你比如说后期08到这个10期间呢 球队通过一番交易 对不对 市场之上有所作为 引进了灰熊队当时 率领球队屡屡干净救赛的带头大哥 欧洲内线之网 保罗加水 引进塔了 那两个王者相结合 而且那会儿这个NBA联赛 也属于是联防 已经在联赛当中大行其道了 谁对联防特别了解呢 毫无疑问来自于欧洲之王 保罗加水的 特别了解联防 因此他到来呢 跟科比组团这么一整 打开一片新天空了 你说有没有错呢 没有错啊 组团有啥错呢 那我不能说就勉强硬挺着啊 必须得自己靠选秀啊 那一个球队正是怎样 你唠叨个状元圈啊 十年难得一遇 那总共NBA在七十多年 三十个球队 那一个球队基本上 合着得三十年 能捞着一个状元圈 哪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没有办法 那只能说辗转其他地方 然后再谋求正观大业 他计划转其他地方 能够 那